啊,小王子,就这样,我逐渐懂得了你那忧郁的生活 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,你唯一的乐趣就是观赏那夕阳西下的温柔环境 这个新的细节是我在第四天早晨知道的 你当时对我说道,我喜欢看日落,我们去看一会日落吧 可是得等着,等什么?等太阳落山 开始你显得很惊奇的样子,随后你笑自己的糊涂 你对我说,我总以为是在我的家乡呢 确实,大家都知道,在美国是正午时分,在法国整夕阳西下 只要在一分钟内赶到法国,就可看到日落 可惜法国是那么的遥远 而在你那样的小行星上,你只要把你的椅子挪动几步就行了 这样你便可随时看到你想看的夕阳如辉 有一天,我看见过四十三次日落 归会啊,你又说,你知道,当人们感到非常苦闷时 总是喜欢日落的 一天四十三次,你怎么会这么苦闷? 小王子没有回答 小王子没有回答